好,导书的第三行词评评开始 我们看里面的内容 其实就是导书第三行 带梁黄忏,谁忏,大别忏 能不能忏除业障 因此此事行事 不一定真正忏除得了 我得罪三岛 向三岛忏悔 我得罪某人 向某人忏悔 此事真正忏悔 因为把冤解,解开了 如果你得罪很多人 在佛菩萨形象前忏悔 那些人不知道 对你报复怨恨的心永远存在 将来还是你的障碍 必须在他们面前认错 求他们原谅 或改革自信 永远不患 同样的过失 得到他们的谅解 心开一解 冤解就化解 他们再不会找你麻烦 再不会障碍你 所以要有勇气 要有胆识 真正敢在大众面前 三岛面前 说出自己的过失 这是佛法讲的发入忏悔 解除外面的纠缠 解除外面的冤解 其次就是内心真正改过自信 这是从根本参 本末兼修 这样灿除业障的力量非常大 所以这一点告诉我们 我们忏悔 要怎么样的忏悔 我们都知道忏悔可以消除业障 但是当然大家都知道 一般都会去试运 参加华会 参加拜餐 那当然 这个书里面说 这样到底能不能够忏悔 那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所谓的忏悔 为什么要忏悔 忏悔就是知道自己的过错 知道自己的过错 并且你自己愿意去改过 不想要再去犯同样的错误 所以当然很多佛弟子 他就学佛了 会懂得去参加拜餐的华会 或者有的人会在佛前 爱佛、懺悔 这个当然都是所谓的 消业的一个方法 当然也是可以消除我们的罪障 但是它的功效到底多或少 这我们要仔细的研究 但是最快的消业的方式 就是要向大家大众发入忏悔 或者是向你得罪的人去忏悔 直接求大家的原谅 或者是受你伤害得罪的人 原谅 那么这个是最快速的方式 为什么 当你去得罪一个团体 得罪了这些人 你直接跟他认错 直接跟他忏悔的话 那大家知道你愿意改过 给你机会的时候 你彼此就解冤是错了 那这样子才是真正的消业了 或者我们说好了 你去一个团体 或者是你去得罪某个人 然后你拼命的伤害他 然后回到家里 拼命的向佛前忏悔 佛咒阿菩萨 我今天要得罪某某人 我在这里觉得很难过 所以我向佛陀你忏悔 你在佛前向那个佛陀忏悔 哪一个人知道吗 你去得罪那一群人 那一群人知道吗 佛主有没有去跟他讲说 某某人 那个庞真圣得罪你 他在我这里向我忏悔 所以我来告诉你 佛菩萨又不是你的传话筒 佛菩萨又不是你的什么 你的代言人 你认错 患错 你来跟我忏悔 那个人也不知道 所以你们的彼此这个业障 就纠缠在那里 但是说你得罪这个人 就像我们讲 你今天在公车上 在地铁上 不小心就直接撞到一个人 踩到哪一个人的脚 马上跟他认错 对不起对不起 不是故意的 你一真正的认错 那个人就知道 没关系没关系 那怎么彼此这个罪就消了 那如果你去踩到那个人 又不向他道歉 然后回家再想起 对不起又在佛菩萨悔 那个人对你就怀恨战心了 所以我们要了解 忏悔的意思是真正的 是直接的 形式上 这个就是最快速的 所以 佛法告诉我们的 这个是快速的解怨射手的方式 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 这本来才是真正的认错 那佛法告诉我们的 像我们佛弟子 学佛了 或者是佛字比丘 半月半月要步杀 所谓的步杀就是什么 就是半个月送戒一次 然后在这个送戒完之后 所有的比丘修行人 就要在这个送戒完之后 自己去想 我这个 这半个月里面 我犯了哪些错 哪些地方修行不好 我犯了哪些戒律 当自己想到之后 就要赶快起来 然后在大众面前 向大众认错 我这半个月里面来 自己修行不过 持戒不过 哪些地方又犯了戒 所以我知道自己的过错 我愿意来过 那么我向大众 讲出我自己的过错 请求大众原谅 所以他讲过之后 大众都知道 你有这个过错 好 大家就要允许你 一讲出来 就是发露 发露之后就得到情境 就像什么 就像那个衣服 天天穿 脏了 然后就天天洗 洗过就得到干净 所以这是佛特赐的戒律 所以他老婆像这一讲 向大众唱的 结果就什么 我知道我自己的过错了 然后我讲出来 我不想要复长 复长起来 你把你的过错掩盖起来 它没办法消失 它只是慢慢的增长 脖子为什么要制定 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因为我们内心有过错 就有一个阴影 存在内心 你说我做的事情 什么别人都不知道 天不知人不知 什么人都不知道 其实你自己是有良心的 你做了错 你自己是知道的 你不敢讲出来 但是在你内心深处 你怎么修 那个心还是不安 因为它会在你内心 酝酿 然后发酵 当你心静下来的时候 那个东西就会跑出来 所以我们说阴影 阴影就像是一个影子 当你真正在用功 真正在修的时候 那个东西一定是你的最大伤 因为你放在心里面 但是你讲出来的时候 你心开意解 一讲出来你就会觉得 释怀了 释怀的话 那你再打坐再修 那个东西就不会变成是你的阴影 就不会变成你的障碍 所以我佛会怎么讲 我们有过错 讲出来 但是毕竟我们人 是要面子的 人是由我向我指的 所以要大家在大众面前 讲自己的过错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佛哲哲讲 如果你真没办法 退而求其事 不然你就在佛前忏悔 但是佛前忏悔 真正要得到清静的话 要怎么样的方式 佛菩萨讲 佛头告诉我们 你真正忏悔 业当要消除的话 你要第一个 拜到身体里面 发了毛孔要出汗 更严重的要出血 这个才是表示 你业当消除 或者是你拜佛 要拜到感应 看到佛的对象 放光加持 或是告诉你 你的业当消除了 让你的业当才真的能够清静 那我们真正在佛前忏悔 有做到这一点吗 如果没有的话 它表示你的业当才没有贪忏清静 最快速的就是直接 向你得罪的人 或向大众直接认错 那么这个就是真正的忏悔 最快速的方式 把那个什么东西 摊在阳光下 把不好的东西摊在阳光下 细菌把它拿出来 那么阳光一照 就消失了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发露的意识 串肥的意识 真正的重点 还是要让我们的心 能够无所挂 那么 那么 谢谢大家